范冰冰父亲爆出女儿感情状况,用妻子评价李晨网友,一语中的管道号娱乐新闻格兰台罗。 众所周知,范冰冰与李晨的恋情一直都是娱乐圈的媚谈,虽然两人平时很少同框,但是两人恩爱甜蜜,而且两个人无论是从颜值上还是气质上都是非常的般配,而范冰冰与李晨的恋情也成为了娱乐圈关注的焦点。 与范冰冰在一起后,李晨也是痛改前非,完全就像换了一个人,也把重心放在照顾范冰冰身上,而范冰冰也是不负李晨所望,如今的事业也是越来越红货。不得不说爱情力量的伟大。 不过人红是非多,范冰冰李晨也不例外,最近由于种种的言论,频频的是非,两个人也是几乎很少出现在大家面前,就连最近范冰冰过生日,范冰冰都没有任何的表示,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还一度上了热搜榜, 所以这就会有很多的网友都在猜想,范冰冰和李晨两个人,是不是早就已经分手了呢? 但是范冰冰的父亲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,他女儿的感情状况,虽然说李晨平时特别的忙,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理解的,而且李晨范冰冰两人时常也来看他们两老,末尾范冰冰的父亲也是这样评价了李晨,忠厚老师有孝心。 看得出来,范冰冰冰的父亲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状况还是非常看好的,有很多的网友都表示,范冰冰的父亲是用了七个字就来评价了李晨,而且是异于忠的。 小伙伴对于范冰冰李晨的感情你怎么看呢? 小伙伴对于范冰冰的父亲自然的感情 小伙伴对于范冰冰的母亲自然而言 小伙伴对于叶诺人生的感情 和太震冰冰的父亲自然而言 我们这种父亲自然而言